嗨大家好,我是哲平,好是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為什麼機會總是別人的呢? 那我相信這個話題應該蠻多人去探討 也有去研究還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這邊哲平來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哲平認為呢,當你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搞不好機會其實就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因為你總是會去想,欸為什麼他會這麼紅啊 或是為什麼他可以當YouTuber啊 或是為什麼他可以吃這麼好,為什麼他可以賺這麼多錢 之類的話題 那你總是在想這些東西,也沒有去付出一些行動的時候 我覺得搞不好其實機會就已經錯失了喔 那我認為啊,每一個人基本上都會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合理化 也就是說你會把你自己喜歡的東西變得更加的喜歡 然後也去拉攏別人來喜歡他 那你會把一些你討厭的東西更加的討厭 然後也去拉攏別人來討厭他喔 那基本上人類就是會一直來適應環境 就是讓自己來適應一切的東西喔 所以他們會比較喜歡一個平穩的感覺 就是會想要去冒險喔 那有一些人去冒險了之後呢 搞不好他們去冒險這個因素呢 就是成為他們成功的例子喔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想要跟大家講說 你是不是曾經在想過你不適合哪一些事情 或是你根本就不適合做某些事情 那你會覺得你應該去做你擅長的東西 而不是去做一些你不擅長的東西 所以你會一直想要去做你擅長的東西 而不去學習你不擅長的東西喔 那當你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其實就會出過超多超多的機會的 那以哲平來說 哲平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喔 因為像哲平來說的話 哲平玩實況差不多玩了六七年 加入youtube已經是四五年的事情了喔 那基本上哲平在這之前呢 一直都是在做遊戲頻道 也就是說在玩遊戲的 那近幾年來的話 大家有發現就是vlog頻道啊 就是生活頻道 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給其他觀眾的這種頻道 慢慢的越來越多人喜歡喔 那其實以遊戲來說 跟這個生活頻道相比的話 生活頻道是比我們遊戲頻道 更容易讓大家來知道我們這個人 那當更多人知道你生活頻道的時候 其實那個人數 基本上應該是會比我們遊戲頻道的人還多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很喜歡看別人分享生活 那哲平也知道這件事情 那哲平為什麼不去拍生活類型的影片呢 因為哲平那個時候就是在想 欸我拍搞不好不適合啊 那我就玩遊戲就好啦 我覺得別人拍的比較有趣 其實我不太會寫腳本 也不會有一些很有趣的畫面 或是有一些很有趣的梗之類的 我通常都是直接就是即興發揮 比如說我現在也沒有看講稿之類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覺得我不適合拍vlog之類的 那後來發現 會不會其實我在說服自己 不去拍vlog的時候 我就錯失了很多很多的機會呢 那今天為什麼要拍這個影片呢 其實跟我們的主題有點稀奇相關啦 因為我想要嘗試看看 欸我去說服自己 來嘗試一些我不拿手的東西 看一看是不是也會有所改變 那當你付出改變的時候 不會一下子就得到成果或是改變喔 比如說我們這部影片的觀看書 不可能一下子就直接飆到很高 一定就是慢慢來的 所以 當你在做一些改變的時候 你不要急於的去 想要取得就是回報 啊因為你一直去想說 你要取得回報的時候呢 那其實你會越做越痛苦喔 所以當你想要嘗試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先嘗試一些 你搞不好也喜歡的東西 你慢慢去接受他 接納他 搞不好 欸就會有別的機會出現喔 所以我覺得一直去想別人 為什麼會紅啊 為什麼他們可以賺很多錢啊 為什麼他們可以當YouTuber啊 為什麼他們總是成功 為什麼機會總是不會來找到我之類的 但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搞不好其實機會就在你旁邊 可是我們都一直不給機會機會 哇超柔舌的 就是不給機會機會 因為你不給機會機會的話 機會就不會給你機會 但你不給機會機會的話 機會也不會給你機會 所以你就會沒有機會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有沒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總是在那邊說服自己說 哎呀我現在還是學生啊 哎呀我現在沒有錢啊 我爸媽不讓我做 這些事情這些東西 都成為了阻止你獲得機會的原因喔 所以今天的話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告訴大家就是 你可以去找一些 你原本就很想要做的 但是被你自己的言語所說服 不去做的一些事情 努力的做做看 搞不好會發生不一樣的事情囉 兒子 兒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